大家好,我是卡洛斯 在過去四年卡洛斯很幸運 有機會去到教育局的兩個部門 分別是藝術教育組和科學教育組做借調老師 在借調工作過程 除了要協助不同學校的老師去發展STEM教育之外 也多了很多機會去學習和進修 再加上跟教育局的同事和其他借調老師接觸 實在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過去幾年,尤其是在科學教育組借調幾年 我拍了很多有關STEM教育的影片 當中有不少還有關於微型控制單元 MCU的運用 但隨著我借調工作完結 以及我搬了屋 也都轉換了新的工作環境 於是這幾個月我拍了多了有關 家居的維修常識、智能家居的操作 以及在新教育環境的STEM發展情況 但最近都接到不少曾經參加過 卡洛斯工作坊的同工聯絡 問及怎樣將STEM在學校發展的意見 既然同工那麼有心 於是我也決定要重出江湖 拍多一些STEM教學的影片 講回STEM教學發展 為何同工會有這樣的要求呢? 包括有很多學校 包括我自己現在的學校 都配置了新的STEM Lab 或者叫做Maker Space 每間學校的校程都不同 不是每間學校都好像我這樣 有T&T的課 所以我見到不少同工發展STEM方向 要是走在自動化控制 要是在IoT、物聯網的發展方面 由於我自己的學校 都在發展STEM教學 亦都設置了新的Maker Space 而我們很多的設施 都是去自動化方向發展的 所以我們打算去銜接 以前幾年曾經拍過一班 MCU教學系列 而繼續延展它的功能 希望幫助同工在STEM發展方面 再走得更好 然後跟我們一起溫習一下 究竟甚麼是MCU 在我們電腦科上所說的MCU 就 stands for Micro-Controller Unit 即是微型控制單元 亦都有人稱它為單板電腦 在我之前有關MCU的簡介短片裏 其實我都說過有幾種常用的MCU 而一般初入手的最喜歡用的就是Micro-Beat 因為使用方塊式的編程 就連小學生都可以學得到 而我之前有一個搖控船的雜作 亦都是用Micro-Beat 而另外一款就叫做M5-Stack 它不單是一塊線路板 又有內置的Wi-Fi功能 又有外殼 非常適合跟學生帶去戶外使用 而在我影片中用得最多 應該就是這一塊 Arduino Uno 有D0-D13的數碼輸入輸出 也有A0-A6的類比輸入 比起Micro-Beat和M5-Stack 更加適合用來做研究項目 和開發產品 而我們今天所要講的 Note-MCU 更加集合其他幾款的好處 體型比Micro-Beat 有內置的8266 即是可以用到Wi-Fi 雖然腳位沒有UNO那麼多 但偏程方法跟Arduino一樣 而有內置的Wi-Fi 更加使用它 適合於用來開發 密聯網的產品 Note-M 超海教育上演用的好處 我想不單是我個人認為的 因為過去借掉了幾年 跟很多STAM專業的同工溝通 他們都是這樣認為的 而無縱有偶 最近卡路斯接受了香港大學 電子教育發展實驗室的邀請 去擔任一位中學的STAM coordinator 而設的 Enhance Training on STEM Education 而當中主辦要求卡路斯 講的其中一課 就是怎樣運用Note-MCU編程 現在我手上這份麵包板 插了一塊Note-MCU和零件 就是主辦所提供的 不如我們透過這課 和大家重溫一下Note-MCU的設定和編程 一塊這麼小的MCU 裡面有這麼多功能 究竟它的腳位分佈是怎樣的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幅圖 在規格方面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以下的文字 特別要注意它和UNO的不同 就是它所有的數碼腳 可以輸出PWM 選擇腳位用就方便很多 但是類比輸入就得到一個A0 這方面真是很不夠用的 而驅動腳位的時候 可以將腳位命名為D0至D12 簡單一點就輸入GPIO後面的數字 也可以驅動那隻腳 要編程Note-MCU 使用普通的Micro USB去連接 至於編程方面 就是用Arduino的介面 而詳細的設定 在卡路斯以前的 物聯網入門認識的短片已經介紹過 一起穩集一下 而在軟件方面 都是同以往控制UNO一般模擬 使用Arduino的編程軟件 但當你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記得去File Reference 將以下這個JSON 輸入去Additional Board Manager URL裡面 然後按OK 也可以去到Google 搜尋Arduino8266URL 在手刀第一行 將這條URL複製出來 再貼上Additional Board Manager URL 就可以了 之後大家就要再去Tools 在Bot Manager那裡 搜尋8266 如果未設定 就設定了 如果設定了 也可以更新的 設定了 設定了 完成之後 大家應該在Tools 的Pool Down Menu之下 的Board那裡 找到Noketam CU 很多同工學學生 現在看到 用文字來寫曲 就很害怕了 今天我們就用 課程裡的第一個編程 讓大家輕易入門 大家看到 在麵包板這個位置 這隻LG 插在GND Ground 和D4腳位 那我們的第一個程序 就是學習如何控制這顆LED 程序非常之簡單 只得幾句 第一句 就是設定了 我在D4腳位 插了一隻LED 那你會問 為什麼LED是等於2 而不是等於D4呢 剛才我們說過 兩個寫法都可以的 這裡可以寫D4 也可以寫GPIO 後面那個Number 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把這隻腳位 設定為Output 然後我們就把一個數碼 高電位寫入這隻腳位 在這裡 我們選對我們所用的 Nodgmcu 以及一個新的Port位 然後就可以把程序 上升上去 然後我們試試把 剛才的高電位 改成低電位 又相同地做一次 非常簡單 之後呢 我們嘗試用一下 OLED 這個Sample Program 裡面呢 好像很嚇人 有很多個文字 這些其實都是用來 啟動OLED的程式庫 其實OLED 就stand for Organic LED 即是有機的發光熱極管 而電腦板方面 是用了I2C 這種串聯通信回流牌 所以只需要接四隻腳就可以了 分別是Ground附極 VDD正極 以及SCK 即是Clock 還有SDA 即是Data 自然要為這個OLED編程 你也需要走去 Manage Libraries 去搜尋 安裝ESP8266的OLED library 看清楚Program裡面 所有的句子 都是用OLED Display來開始 如果你只需要顯示一句句子 其實所有東西你都不需要改 只需要改這句 OLED Display Print 我們將Hello World寫下去 然後Upload Program 你就會看到畫面顯示你想要的句子 透過今天我們對Note.jmcu的溫習 以及幾個簡單的Arduino Program 希望令大家沒有那麼怕用文字來編程 亦都同時間可以教大家學生 將編程運用在Stand方面再走多一步 這個系列我都會繼續下去 如果大家想到有什麼關於Arduino 編程和IoT的自動化的點子 而發覺卡路斯在以前的影片沒有拍過的話 不妨告訴我 等我去研究一下 之後又再教你們 好了 今天分享到這裡為止 我是風琴旗友卡路斯 喜歡我的影片的 請你訂閱 加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 好 好 好